一旦发生死伤惨重的毒气外泄意外 27号在约旦南部港口阿卡巴 工人吊挂大型氯气除槽到船上的时候 一时失误导致除槽坠落 重重砸在甲板上爆开 有毒氯气立刻外泄四散 造成至少13人死亡 还有250多人受伤送医 港口监视器拍下意外发生瞬间 黄色有毒氯气大量喷发 扩散非常快速 船边一辆卡车赶快开走 码头工人也飞快逃命 否则吸入氯气中毒 不死也半条命 镜头回到意外发生前 拖板车停在码头边 让吊车把载运来的大型氯气储存槽 吊到船上 不料拖板车刚开走 吊挂的25吨重除气槽 突然从半空松脱 砸在甲板上爆开 有毒氯气立刻喷发飘散 造成严重死伤 约旦这起意外造成大量伤亡 目前还有200多名伤患住院治疗 总理哈索尼前往医院探视 脸色凝重 这就是造成意外的氯气粗槽 可以看到他砸落地面后上方凹陷 有毒氯气可能就是从这里噴泄出来 约旦内政部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 要尽快厘清事故原因 避免类似事故再发生 杨正平编译 提供 提供 永远 提供